他選擇帶閃線 閃線可以忙一下雜技的 但我們之前也見過很多人帶新坤去追古董商 可以說是克制到極致 那這裡十把反向拉點把它給騙過去 對 反向拉點 沒腳印啊 坤的重速沒腳印的 那也沒事 前面還有個古董商 對 古董商也能玩一會兒吧 前面板子踩了吧 這個位置是古董商 但是古董商它的棍子用得好的話 是可以把蠟油給頂掉的 我就拍底一棍 然後回頭撐蠟 這樣只能抵銷掉你的蠟油 看一下雙方的博弈 現在還是一個鑽石拉點的過程中 對 昆蟲蟲來了 那煩 很煩 程度急急的昆蟲 只要他想到 他就一定能到 非常非常的及時 頭巨痛 蠟根本就沒有上到很多 卡著 但是好準 已經76了 這太準了吧 這個位置 好準呀 那這樣子只能 只能交道具跳過去了 不然繞的話會吃蠟油 孩子繞 這個距離把握得太好了 他想回來主動蹭一下 那先把床封 也很聰明 再補蠟給古董商 你打唄 我再補蠟給你 可以出刀了 有威輪 威輪按出來了 再放了有頂調 再給一刀 可以 沒問題 手裡面閃現 這一把應該是三開之前的擊倒 成都機器是有機會保平的了 江湾這邊也是有機會保平的 怎麼真勝下一個問題 就一棍不用擔心 好 雲門了 雲門沒了 那這個位置還是要搭 搭空地 活不了一點 那也行吧 吃產線這個局勢還是軍事 現在旁邊沒有密碼機 我們現在要看密碼機的一個剩餘情況 對 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三連還好 而且這個位置的話 完全干擾不到外面剩下的兩台 對 二樓機子你封不了的 你要封你跑過去 那跑過去 人就無傷了 對 無傷救了 這個位置的話也不是一個二階辣相師 感覺在手以上 沒有什麼優勢 對 看他能不能打大副一刀 出二階吧 盡快出二階對他來說是好處的 暈住 給一刀 好 起來之後呢 打針對 這邊想要扛 想扛 沒必要 扛點辣 他只是為了扛辣而已 這邊 稍微扛點辣 對 再扛辣 卡住幫忙拍板 抽刀沒抽到拍板要拍 好 動住了 翻過去看看能不能扛刀 這一刀很關鍵 能扛到嗎 沒有扛到 這是個定點 想要扛刀非常的難 那這樣的話 密碼機會稍微的差一點點 因為大副他沒有救完人的話 即使去補一下隊友的密碼機 而且這個位置是保在了二樓 這台密碼機 這台密碼機 能封的呀 這台密碼機可以說地獄級別的密碼機 對 我打電話的時候呢 這台密碼機如果上面是遺想機 基本上修不了 他們只能起行 要不了的 對 蜘蛛馬速度比較快 但是這個角色呢 相對講呢 你封還是要走下去封的 慢慢來 能封住 而且這台密碼機少的 44%的這台密碼機 所以對交換來說是能平的 看看能不能真勝 不過他也沒有出二階 還差一點點的意思 不然他現在可以噴火油了 想卡位 沒卡住 哎呦 那沒辦法了 對 對 鎖機子再掛人 不夠細這一波 可以先鎖機子的 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球員者少修更多的機子 不夠細這一波 讓他們多修了 反正10%的密碼機 那像枯草也是已經趕緊拉走了 現在又沒有道具 又沒有狀態 對的 哎 怎麼往回走啊 不過今晚才沒看到 沒看見 他注意力都在18身上 對 注意力全在空中上去了 他如果看見大副了 直接 嘿嘿 我來了 再一個祈禱再掛下來 對 沒錯 那這樣子的火油 火油是慢了一點點 哦 沒慢 但還是能夠秒掉 卡得很好呀 這個節奏 飛輪沒按出來 吃了火油 就應該地神交飛輪才對的 因為江望者一般吃了火油 就瞬間會出刀的 那看一下 大副摸到了個針 哎 摸針 你別說有一說意 苦草摸東西 真的是摸啥都是好東西 就是他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東西 對 但現在二階拉相 還是有一個在外面攔截到你 所以江望者要判斷球員者方向 對 這個椅子呢還是能判斷方向 很空曠 如果你真的想過來 沒有位移道具 其實在遠處還是會被看到的 對 同時我們的耳朵也受到攻擊了 好吵 那像是玩家獨有的一個走路方式 對 因為他隨時抬槍嘛 抬槍是有個前腰的嘛 這裡有耳鳴 應該也能想到 能排 這裡是有箱子的吧 因為你摸道具了嘛 摸道具肯定有箱子的 箱子在哪兒嘛 火油 打 往外面打 不著急 想火油直接噴死也可以 另外一種想法 不著急出刀 噴死然後壓起身 這就亮了 閃現有一刀 前面閃現擊倒就不下來 這樣子是能把前面的積分劣勢給搬回去 另外一邊砸技點門 很慢 而且這個門就是目的門 是的 把人往這邊掛 我先封門 先封門 有沒有可能 過去先封門 看一下 這個位置只要過了二樓那個門就可以噴到 但是昆蟲的球 擋得 擋沒擋住昆蟲馬就飛了 感覺這個門點不了呀 雜技點門太慢了 太慢了 這把要死抓了 寵愛 現在 大腹的屁股鋸鐵 是的 浮蘭現在心裡面想哭吵 你早點 掀了插眼 這個位置根本沒有一塊板 對 補住了怎麼辦 板子也沒有了 人也沒了 這個火球可以踩 直接一刀擊倒 天哪 誒 成都狼隊江湾走完 那些樣子這麼喜歡 蓄一刀爽褲的嗎 這一把四樁直接翻了 那對 下一把就 隊友只要走一個 對 走一個就可以了 只要不被四 對 那我們就能拿下了 對於狼 天哪